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人人都说西湖美景假天下 西湖山水秀丽 林克幽深古迹丰富 传说更为动人 这种跨越千年的美 处处透着中国美学气质 威廉·阿姆斯特朗 这是一组1908年到1910年 杭州西湖的照片 为英国摄影师威廉·阿姆斯特朗拍摄 以一名外国人的视角 解读西湖之美 穿越历史时空 通过这些照片 你能感受到西湖的欺迷 惆怅 委婉和柔软 让人惊艳 西湖鸟看 这是一幅杭州百年前的西湖鸟看图 烟波浩鸟的西湖青山如带水添一色 一栋栋江南建筑 演映在绿树丛中 照片中最显眼的就是苏迪 对比如今的西湖 让人觉得古时候的西湖别有一番韵味 雷锋塔秋色 雷锋塔是中国名塔 位于西湖风景区南岸西照山之上 特别是黄昏时与落日相应生辉的景致 被命名为雷锋西照 南宋以后雷锋西照是西湖时景之一 西元977年五月国王前处 为供奉佛罗纪发射力祈求国泰民安而建 1924年孙传芳的军队进入杭州后不久 这座宝塔就倒塌了 雷锋塔远跳 如今的雷锋塔是2002年重建的 游人在西湖上泛州远处高耸的雷锋塔山清水秀景色宜人 好一幅动静相宜的美妙画卷 西湖秋月亭 这是西湖的平湖秋月碑亭 1699年康熙地巡游西湖玉书平湖秋月 亭上挂有一幅对联 加景四时最好秋冠和矿月 静观万物欲平天下有如湖 平湖秋月为西湖石井之一 湖水荡漾水天一色 岸边翠柳依依建筑古色古香 这幅照片虽然拍摄的只是西湖一角 却犹如一幅水墨画 中国古典园林韵味十足 西湖断桥 湖面上这一座拱桥就是西湖断桥 又称断家桥 在西湖古今诸多大小桥梁中 属它的名气最大 关于这座桥 有着一段白蛇传中 许仙与白娘子的美丽传说 西湖断桥之名得于唐朝 桥的东北有碑亭 内立断桥残雪碑 断桥残雪也是西湖石井之一 如今的断桥经过修器 与过去的古朴相比 更显得大气 三坦映月 西湖三坦映月 位列西湖石井之一 被誉为西湖第一圣境 三坦映月是西湖中最大的岛屿 风景秀丽景色清幽 三坦映月岛屿胡心亭 软宫敦合成湖中三岛 烟波浩渺水边只有绿柳 建筑古色古香 月圆之夜 天上月与水中月香得一张 诗意顿生 带棚的游船 这是当时西湖上的游船 船上安装有白色的棚子 在宽广的湖面上 水天一色湖中小岛 一艘艘小船绕岛而行 犹如在仙境中穿梭一般 排楼 杭州西湖畔风光 湖水清澈水草如荫 远处出立着一座高大的石排楼 一条小径蜿蜒曲直 直通牌楼之下 路旁有一些建筑 掩映在令树丛中 石拱桥 这是西湖上一座 很有特色石拱桥 桥洞接近原形 桥倒映在水中 很有意境 一名船夫划着小船 正从桥洞下经过 你能猜出这座桥的名字吗 避难所 在西湖的边上还建造有避难所 已被在情况紧急时百姓能躲避于此 林隐寺冷泉阁 这是杭州西湖林隐寺内的冷泉阁 这里绿树成荫大树参天 一千多年来 冷泉阁一直是诗人们流连忘返的处所 北宋梅寻的冷泉亭 古斗鸣忧泉苍牙节虚字 六月七刻油批精苦粗鼠 文兰阁 杭州文兰阁地都图书馆 位于杭州西湖孤山南路 清乾隆47年为珍藏四库全书而建 文兰阁是一处典型的江南亭院建筑 园林布局的主要特点是顺应地势的高下 适当点缀亭械屑朗水池叠石之类的建筑物 并借助小桥 使之互相贯通 这是西湖畔的一座八角亭子 绿树环绕飞檐高挑 微微壮观 西湖一角 远处连绵起伏的青山 山下一排建筑错落有致 近处随波荡漾 湖面上一只小船慢慢游异 远处长红卧波 近处水清草绿真是人间仙境 岳庙 这是杭州西湖岳庙外的景色 途中有一座高大的牌坊 牌坊下是一座小码头 一艘小船正停靠在岸边 等待乘客上船 岳庙也叫岳王庙 位于西湖七峡岭南路 照片左侧就是岳庙的大门口的红色外墙 两只石狮子蹲守在门口 门前古道铺着青石 岳庙内 这是西湖岳庙内部 大门很气派 门里石像分裂两侧 门前设一座拱桥 桥下流水缠缠 绿树掩映之下的建筑古色古香 岳庙始建于南宋嘉定十四年 分为墓园中列祠 其中祠三部分 岳庙内 岳庙内景 玉带桥对面是一面隐蔽墙 上书四个大字尽忠报国 为当年岳母在岳飞背上所赐之字 岳飞墓设有奸臣秦贵等四人的铁柱跪下 1961年岳墓被列为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湖上的建筑 英国摄影师威廉·阿姆斯特朗在杭州生活了两年 被西湖的美景折服 他用相机记录下了西湖清澈的水 古色古香的建筑 中国古典园林的韵味 竹林旁的建筑 这里有一片竹林 竹林边上建有一座房子 竹林边的架子上 好像晾晒着一些东西 房子的主人不知去了哪里 水边建筑 人人都说杭州西湖美景假天下 这些一百多年前的老照片 反映的也只是西湖的一小部分 只有真正到过西湖的人 才能感受到它的美 千百年来西湖一直以自己特有的魅力 让生活在西湖边的人引以自豪 也让来杭州游玩的人 感觉美丽与充实 你眼中的西湖 又是什么样子的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